對呀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都審會的委員 出來講說這八百事情是合理的 也沒有任何說他們當初有贊成頂多 那之後一些人說他們反對 一次他被撤換掉了 沒有辦法繼續當都審委員 有些人到最後還是反對 那有些人是不置可否沒有意見 然後在彭震生找了柯文哲講講之後 用共識訣之後就決定 所以這件事情 為什麼檢方對圖利很有把握 就是因為是說 因為他找這些都審委員都去了北檢 就問一問之後發現說 根本就不是說什麼贊成反對一半一半 而是一半人反對一半人沒意見 加總在一起變贊成 最後拍板聽完叫柯文哲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決定了 但是對於黃國昌來講 他現在是意氣風發 你看阿伯裡面穿黃色Polo衫 藍色短褲加上藍白 脫在那邊靠著手銬 黃國昌是什麼 就是我這T恤穿的 新普森的河馬一樣黃色衣服 這邊乘風破浪 這邊衝浪 趁著阿伯在那邊 他在那邊衝浪 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昨天開了那個直播 結果我看底下有熱門留言 觀眾熱門留言要講什麼 累世修來的福報 今生能夠遇見 成願再來的佛菩薩柯文哲 國昌老師 請您也要保重 健康要顧好 才有體力對抗 垃圾藍綠五百多個按讚 這是什麼 這就是柯粉的心聲 柯粉的是菩薩 然後所以說什麼 吳春城的直接講 要是說什麼 準備長期抗戰 關多久都沒關係 阿伯做鬼也會把賴清德給你拉下台 這個事情你就知道 這個謝秘書長真的是為人作駕 你還在那邊跟他們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認罪邪 還幹嘛一本正經在講那些 我剛剛很想要吐槽你 想說尊重長輩就不好意思 你說你繞人去現場 現場有人來抗爭 這是為民眾黨出力 沒錯啊 那你忘記了 黃國昌從2014年 就是最大的那個收割機嘛 他就是收割群眾 這個你把人繞去之後 就被他收割掉了嘛 現在那些人氣就到陳清茂手上 到黃國昌手上 然後在直播面前就跟你講說 哇這個司法多不公啊 還幹嘛 他們心裡面想的就是說 柯粉最好永遠都不要出來 代理黨主席也不要選出來也沒關係 反正這個司法案件越去僵持越久的話 這些小草們越為這個激情 他們給的鬥 那就越多政治能量就越多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再去跟黃國昌 去討論什麼法律什麼違法之類 就跟著他模糊焦點 他真正想要的就是把剩下來 這些草通通割到自己的懷裡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紀錄版 等你一起來